好,各位同學看Cphysics,是2012年的第29條 In the figure below,X,Y,Z are three long-strict parallel wires With Z placed mid-way between X and Y Z的條就是在中間位 X,Z,X和Z就是在共和1A同方向 Y就是在共和3A相反方向 Magnetic force per unit length Experience by Y,Z due to Y,Z 是of magnitude,if 由X,Experience by X 這一支感受到Due to Y,Z 兩條Wire留在Current之間會有Magnetic force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什麼,我們有Current流過的時候 它會產生到Magnetic field OK 例如Z這個 由Z比X那個,就是因為Z 它產生了一個Magnetic field 我們用右手指公指 Current方向 這四隻手指 轉動方向就代表它產生的B field方向 所以對於X來說,它就感受到一個out of paper的B field 例如Z 因為out of paper的B field再加 X自己有Current OK,所以有 這個B field有Current 我們就產生到有Force FBI我們用這個 Left hand rule 我們去找回 那個Force的方向 中指就是Current 然後 直指就是B field OK,所以我們就找到了,它的Force 是指向 右手邊 這個是 例子Z 這支Y的Current 產生的 OK 同樣我們就可以找到 X給Z的Force OK 又或者我們做過好幾次之後,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可以有一個考訣 就是 度不同 不相為謀 如果Current的方向是相反 其實我們就會產生到一個Replosive的Force 所以譬如就好像 X和Y 他們相反Current的話 他們的產生 Add-on大家的Force就應該是互相 排斥的 推開大家的 而對於 X和Z 他們是同方向流的Current 其實他們就會 會Add-Track大家的 所以你會看到X是給Z Add-Track過去的 Z也是給X Add-Track過去的 OK,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和效果出現了 好,先抹走這些 然後現在問題是什麼 這一個 這個叫做 由X感受到Z的Force 是F OK,這個 接著 它就是Letter force Per unit length Add-on via Z Due to both X and Y 是多少 由Z 就是Z 感受到這個 X和Y X和Y兩邊 比它的Force OK 首先第一,我們已經知道 由X比Z的Force OK,為什麼 因為我們找了那個是由Z 比Rx OK,是Rz比Rx 但是 Rx比Z的那個是什麼 是F Reaction Pair 所以其實我們就知道 它比Rx比Z的那個 其實就是F 那麼大 是不是 因為是FReaction Pair 方向相反 那個Magnon的相同 一樣大小 OK 好,接著我們現在目標就是要找回 就是Z感受到Y的Force 那麼 方向是怎樣的?方向是好不同不相為 相反方向 就是說它所產生出來的 那個Force 都會是一個 排斥的Force 所以我們要看到 對於Z來講 兩個Force都是指向左 是吧 所以我們一定肯定 在B或是Doc 差在的就是 它是兩個F 我們試個F 那麼要計算吧 是的,嚴格上來說是要計算的 不過 我們可以難一點推斷出來的 為什麼呢 它們之間的雙隔的separation 是一樣的 是嗎 之間的separation 是一樣的 而對於X和Z來講 它們的Current 是1A 兩邊都是1A而產生的那個Force 是F 但是現在 Z和Y 一個是1A,一個是3A Y是3A 3A Current大了,它產生的MF 當然是大了 所以它一定是大過1F 那麼它本身打低了1F 那麼它加上這個F應該是大過F的Force 那怎會指是2F 1F 一定不止2F 所以加上應該是要 4F 雖然我們推斷都推斷出來的 但如果你真的很堅持要計算 當然我們都可以計算 Force是什麼 是ILB 由這個開始 如果BField產生的,我們專計這個是什麼 是Z感受到Y的 這樣感受到BField 是來自Y的 這個是Y的BField,Current是Z的Current OK 所以這個I,Z BField是什麼 一個LongStrip Wire的BField 就是 MuLog over 2pi 接著就是 I over R I over R I的Current 就是Y的Current R就是它指甲的Separation OK,然後我們還要 丟掉L的 因為我們計算 Magnetic Force PerUnitLength 所以我們再拆回 PerUnitLength 這個Mu over 2pi 接著就會 IY I Z Over R 所以就看到 XZ的 和YZ的分別 就是多了3a 所以我們再拆回 所以我們再拆回數字 我們就會找到 Z的分別是1 Z的分別是1 Y的分別是3 OK R是一樣的 你就看到 很明顯 3的分別是F 你可以寫一次 XZ的分別是1 1 OV 同一個R 對不對 所以加上就是CF 向左手邊 答案就是DOT